他说我接我姐姐救我 他说我被卖在缅甸一个园区了 他说我在这里天天挨打 第一天过来就挨打 就是他这是我老乡带过去的 他要我准备30万块钱救他 他说你要准备30万 要不然我的命就没了 经常就是打断手脚啊 就是打死人 是他亲眼所见吗 对 然后我就找到社会上的人 花了30万块钱 赔付金是19万 然后他说路上路费什么的 小小就30万路费要10几万了 走到半路就被司机卖了 店的微信加到我 因为我通过他 然后他就拍拍一些视频 我弟弟跟我同事的那个男孩子 被绑在一个小小黑屋里面 他说要我马上打钱过去 有多少打多少 要不然就弄死他们 当时我们因为没钱了 我说那我等我等我去筹钱 他是把我弟卖了 卖的另外的地 好这个上热搜有几天了 也被大家热议啊 说姐姐30万 熟弟弟卖到缅甸 又被转卖啊 7月11日 湖南啊 手脚被打断 人被打死 被困缅甸 弟弟向姐姐求助 打30万块钱 不然命就没了 还被关到小黑屋啊 霸路上呢 就被出租司机 也不被谁又给转卖 这个有好多东西 讲得越离谱啊 就越假 你知道吧 是吧 你稍微有点逻辑能力 判断能力 我们推理很多的东西 我没有去过缅甸 我对那里啊 一无所知 但是我觉得 只要人有逻辑 逻辑不一定 毕地是事实 但是就可以看 我们孝定的很多的东西 关于缅甸的问题 也太多了 我不愿意展开说 太多了 这个信息 铺天盖地 不知道总哪说起啊 我天 这里有一个酒巷子说 说几乎每天每天 都是缅甸的新闻 在缅甸搞电炸的 只是针对中国人 已经到了 肃无济诈 无法不天的程度了 既然缅甸政府 不管不了 括号 也可能是不想管 那我们就派兵 把他平了 把骨干分子抓出来 审判枪毙 国家保护自己的 公民的人身 和生命的安全 用什么手段 都天经第一 他这个是个什么事呢 他这个是正话反说 反话正说 他在嘲讽一些个人 你知道吗 朋友们 有一些个人 把十四亿人 搞成了韭菜 是吧 他顺势而为 在割而已 是吧 就只允许我割 不允许你们割 这些个底层人 实在没办法 是吧 他就跑到那里去 他顺势而为 他也割 是吧 他终于都发人醒悟了 原来是可以这样割韭菜 是吧 在对应上失业人口 这个韭菜有多少 我觉得如果十四亿人 怎么也得七八亿又醋又壮大韭菜吧 你这多大的市场啊 是吧 你说十四亿人口 为什么不是十四亿韭菜 还没涨成吗 有的 有的快完了 胳膊冬了 是吧 又老又干 没油水了 这个有油水了 怎么可能也得 有个七八亿 五六亿吧 这样的一个比例吧 那也太庞大了 别说五六亿 五六千万就不得了 别说五六千万 五六百万也不得了 是吧 在这里呢 是被割 然后呢 失业找不到活 到这里一看 反过来一看 我的天哪 全是钱 乌洋乌洋的 不是那个前天的新闻吗 是那个大哥的 那个怎么把钱变现 这个太多了 是吧 我们看到的就是 他怎么办呢 他找个花店 他说他买花 是吧 然后呢 你把你想办 把钱给我取出来就行 啊 这钱太多了 还有那个什么上海的 那个北京的离谱的新闻 说这个年轻的小伙子 到金店五万价格 就买金子 你有多少我都要 是吧 就是要这些 都是这些个人 不是那个上海发生的 那个 哎 说那个 去工地搬砖 怪累的 你给我 替我们去那个 买金条吧 买完以后 放到公共厕所 那里就可以了 就是这些个离奇 离谱的这个事 都跟洗钱有关 洗钱跟什么有关 就跟电炸有关 电炸跟什么有关 就是跟那一群人 把人弄成了 江湖有关 他就是他专门 制造江湖有的地方 你知道吗 那个人口全是江湖 兄弟 所以说这个家伙说的 这个酒香吃死这个兄弟 就是嘲讽这个事 有人就说 怎么钻割中国人的腰子呢 要知道啊 有的地方啊 比如说这个朝鲜 那个他不会管 老百姓死活的 这个老百姓 他就很惜命 所以那里没有什么冒险 那个人不会冒险 其实他不是 他不愿意冒险 是不给他权利冒险 比如说漂亮国 骗伦国据说 那个人很不惜命 但是那个 政府就很怕人死 是吧 因为死一个人 他们就担很大的责任 如何如何的 因此产生一个 什么样的可能啊 就是割美国人的腰子 才钱最多 你还割他腰子干什么 只要逮到一个 打个电话 就很多很多钱啊 因为他们很在乎 他们的生死 好吧 像这些个最朴素 最简单判断的啊 这个你这个七八亿 酒菜 他没 他已经不具备 他是个大酒菜 你知道吗 又醋又壮的 长得绿油油的 他没有这种判断能力了 已经 他不懂得 他以为他的腰子 世界天下第一了 这些人为什么 比如说现在这个家伙说的 有些个人 他在叙述问题的时候 他就往往向自己有力叙述 是吧 可能是当初上当 是因为有色情的 那个因素在里面 他全要抹掉 抹掉以后呢 他要叙述这个事情的经过 他就要很离谱 哎 严谨 对我一挥手 一砸染 我就迷蹬了 他就把他那个 难以齐齿的那段要掩盖住 你要听他这个叙述 你要信他这套鬼东西 你就真觉得 你家都有三十万块钱 属你弟弟了 你弟弟还跑到缅甸去干啥呀 是吧 你以为他们都很很很大的热情创业呀 探险 他有探险精神 他有海盗精神 对吧 穷都提不起裤子来了吗 不就是这样啊 这是其一 还有没有可能 就是又有吃又喝 还跑到那里去冒险 比如说这个 哎 我太太提供给我的 哎 所谓的这个什么 跨境赌博 大横 是吧 奢治江 是吧 缅甸的什么地域租宰 你看他啊 你看这几个特色啊 你看啊 这里讲的啊 也是湖南 出生于湖南 邵阳啊 这个里面的 也是湖南的 啊 这个就是跑到缅甸 他弟弟被花了三十万 就熟 熟到半岛上又被转卖 也是湖南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人的成功 召唤着这些个年轻人 是吧 就是我说的 他家有吃有喝 就随随便便拿出 三十万块钱 可以熟人的这种家庭 那个年轻人 也有冒险精神 是吧 有探索精神 啊 说不是每天醉生懵死 啊 就是就就 吃点肉 打个游戏就满足了 啊 什么人生的大理想 大爆不干啥 是吧 把我肉体照顾好就好了 说不是这样 他就有那个宗教信仰一样的一种冒险精神 那也是被这个东西召唤的 我们看看这个人 给出的这个 几个关键词 是吧 为什么你的收边国家有这么密集的这个说赌博的问题 是吧 那可能一个正常的一个地方是吧 十亿人可能有五亿人喜欢赌博 啊 我们说有的地方不正常 他什么不正常 说十亿人一个赌博的也没有 我觉得这个不正常 是吧 没有这样的地方 最好的个天堂 说人 那个地方人大部分都向善 都积极的进取 都健康 他得有一半人喜欢赌博 你说再不正常 还有什么样的地方啊 但是他真的存在 就是人人都喜欢赌博 是吧 都是赌徒 是吧 这个地方就是个赌徒 哎 你说这个你说马云刘相东 他不赌博 他不赌博 他也是个赌徒 是吧 他也存在赌的东西 他那个里面 全是赌徒 所以说我们看嘛 围绕着你就这个 搞赌博 这个很很厉害 啊 出生在湖南 这样的人 他没出路了 在这里 是吧 他就是要搞这些个东西 啊 假扮一带一路 我们看这个词 假扮一带一路 什么意思 什么叫假扮一带一路 啊 扮作一带一路的商人 为什么要扮作这样的人呢 他怎么不按照孔子啊 苏格拉里 耶稣啊 啊 释迦摩尼 他为什么不按照那样的人呢 他要扮作一带一路呢 那我就这个视频是在内地 我也没办法说了 是吧 你懂得了 他为什么扮作一带一路 干什么呢 啊 坑坑坑中国人21亿 是吧 你坑坑中国人干什么 你坑漂亮国的人 漂亮国又有钱 他们的那个 政府又怕老百姓死活 你不弄他呀 怎么弄中国人干什么呢 这个东西 如果咱们自己没有逻辑 推理能力 能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 我告诉你结果 你也记不住 是吧 我就是给提个问题就好了 大家想这里面的问题就好了 缅甸我们看看缅甸啊 你看这个题目多惊悚啊 把中国人卖去缅甸灾气关 这蠢货啊 134个民主年间 是吧 有几个倾向了 只要是文明的是吧 民主的地方 有民主有自由文明的趋势的地方 一定要给他泡脑脑 一定要给他泡脏水 把他弄倒弄臭 一个地方要是比你野蛮 比你更什么 一定要歌颂他 赞美他 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的趋势 说这个地方如果比你文明 比你健康就像那个兄弟说的要出兵 荡平他 呵呵呵 再一个就是失业 他也是个大问题 是吧 这些个可能是正常人家的家庭的孩子 有可能很多人去那里混得不错 这都被召唤的 是吧 你这段失业 你这段呢 一看我天 每天打打电话 就是歌中多 中厚丰厚的韭菜 不都跑去了 不就这个问题吗 全是这方面的信息 哎哟 缅甸这个了 缅甸那个了 你看给人家里啊 现在都刷这种漆 把人墙上给人刷上 说你家到缅甸去诈骗了 是吧 缅北诈骗窝点人员之家 你看 你就是这碰着这样的漆 你不是没有法律管他吗 你不是搞这个 合适吗 你搞这个搞宗教行为 合适吗 是吧 他逼的他也没办法 明白吗 是吧 就是你宣传的 个真实的 是个割裂的 是吧 他真的有人就去到那里 天天发财 为什么发财 不天天你们在这里造酒财吗 他为什么要冒这个险 发这个财 因为你给搞不了就业吗 不就这些点事吗 你看这 你给家里喷汁 喷汁你也打不住他去 是吧 顺势而为 你许你割不许我割 是吧 而且你造出来 我在这里割多好 多省事 搞了很多 这样的 到处给人喷这个字 你看这个墙上跟写的 电站逃贩户 是吧 无所谓 是吧 你给我弄这个 虽然相对相亲 看不起我们 但是最终还会非常尊敬我们 因为搞到钱了 是吧 一点不影响我们的身业 不影响我们的这个什么 我们的面子 相对相亲都传送着我们的英雄事迹 是吧 都崇拜我们 敬仰我们 你看 给喷上了 电炸逃贩户 无所谓 是吧 你看这里 这里 那个江西州籍周公子 你像什么深圳的 那个北极鲜鱼 也就是不用干这样的活去 是吧 不用的 人家去漂亮国 外人去欧洲 也不会跑免费去搁你腰子 给你搞电炸去 为什么呢 难道他们一出生就道德高吗 怎么你们家的孩子 你们家亲亲朋友天天干干这个东西呢 你看把那墙喷得住 你合适吗 就是二战以后 就是二战以后 那些个怯懦的 做着逃兵的那个法国男人 就把那个法国女人都抓来了 说你跟纳粹搞对象 你跟德国人搞对象 把你头剃光 给你脸上刺字 不是一样吗 合适吗 这样给你把那墙 把那墙碰上重些个字 你合适吗 是吧 你反纳粹 你自己干这个事 你合适吗 你干这个事 是吧 电站逃犯户 电站逃犯户 你合适吗 这样干 这个视频呢 刚才也没做完 其实有点情绪举动 为什么呢 就是外部的一切的文字 影像啊 声音啊 它构成了一套系统 这套系统呢 我身边的亲人 我家人也都在里面 包括我自己也在这里面 是不是离着我们的 这个真善美的真呢 假如说这个真 先别说这么复杂 什么真诚 真知 是吧 大有自由的 大有善恶的 我们就说真实 是个什么东西 我们都搞不清楚 真实 如果都搞不清楚 后面的东西 就不牢固 我们都在这个里面 都在局中 被人设局了 所以说就有时候 很气愤 就是为什么设局呢 你一个小孩子 在家里面 我们父母有困局 因为我们都是普通人 你不要以为 这个问题好解决 什么问题 比如说告诉孩子 你出门以后 你相信别人吗 如果说你让孩子 谁都相信 那就造成了说 他很容易被人伤害 但是到如果 到了极端呢 那他可能就被人杀了 是吧 所以说我们就告诉孩子 就不要相信别人 所谓的沙漠化他 这个沙漠化他的这个 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可能就不容易被骗 但是他很难和别人结盟 你沙漠化了吗 什么就孤僻 冷漠 是吧 没有情感了 他没有朋友圈了 沙漠化就结不成团了 是吧 有的那个社会 为什么他说他美好 就是他一边要体现人的这种独立 就是沙漠化 他一边要强烈的体现 结舍 就团结 如果你完成沙漠化 人不团结了 你就很难产生 加指 因为这个社会 社会人类 这个和动物最大的区别 就是他有社会行为 社会就是交易 你失去交易功能了 你去 你去马云家 你去刘强东家 去打工 他就告诉你 不要相信任何人 说你只相信我 然后你只沉浮于我 也就是说 你只允许我割你的韭菜 你不能让别人割别人的韭菜 别人不能割你的韭菜 是吧 就沙漠化你 你就很难结舍 你没有公会 你和马云和刘强东 怎么谈判 是吧 所以说就是 如果我们告诉孩子 相信任何的人 是吧 好处就是 可以和任何人递名片 产生横向的 纵向的 上下的链接 它的价值呢 很容易被放大 所谓的这个 这个 就是这个 产生了这个 产生了这个 你变得会越来越有钱 越厉害 但它的缺点呢 就是 你可能很容易被挖了磕 但是你说 不相信任何人 你就不容易被人挖磕吗 这些个都需要思考的问题了 就是太这个 信任别人 容易被杀 是吧 任何人都不去信任他 就容易杀人 这是两个极端 我们应该在哪里取到 我们最有智慧的点 这个可能真的要 它是个动态的 它没有一个横顾不变的点 是吧 我们有时候就是听到有人说 你给我一个结果 我又不是上帝 我哪有一个什么结果给你啊 嗤之以恒的 就是在这里不编的 它当然就是个动态的了 我们给马云 刘强东去打工 我们就会发现 那个富士康 他们在正走 就美国 苹果 不是被人投诉吗 说你这个手机是血汗工厂 我们不买你这个 然后这记者不就到中国来调查吗 就发现 你这里的怎么富士康 招了工人 就是智商不能高 高了不要呢 也就是你去他那里打工啊 他手机立即给你收走 是吧 他不希望你知道外面有多少钱的工资 所以说你问问东边西边 这里那里是怎么对待人的 那还得了 就是封闭你 沙漠化你 是吧 我们会发现呢 这个奴隶主 对奴隶 他比较倾向于喜欢用的就是这个东西 就封闭你 使你人和人呢 就不能团结 使你获得外面的信息是不能获得 我说的这个东西就是和缅北 这个所谓的诈骗 是有关联 是不是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 被沙漠化 我们就愿意被骗 但是我们愿意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是吧 可能不是处于这样的状态 这个事可能就要思考